欢迎来小小政治,我是奇耀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主题会有点不一样 是跟理财有关 那为什么我突然在讲理财呢 就是因为在昨天的时候 我跟其中一位年龄差不多的这个朋友 约出来见面 我们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的 那见面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跟我聊 他最近买了什么酷东西 就show我他的这个手表啦 那个手表是非常线绿色的一个手表 限量版的 就给我介绍啊 这个多少钱啊 然后是多么的宝贵什么的 OK 然后他又跟我讲说呢 他最近买了有车子 然后呢 潮牌衣服也是买了很多 他最近看上了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就讲 哇 怎么样 你最近是发达是吗 因为这些东西在我自己的认知 我自己的财务馆 我真的是不会买 但是主要也是我不会欣赏啦 但是他就跟我讲说呢 其实没有啦 很多都是 车当然是有这个 这些贷款啦 但是这些潮牌 其实都是刷信用卡 去买回来的 买回来过后呢 就是缴那个最低的那个利率 那我就很奇怪啦 为什么会要花这些钱买这个 他讲说 我喜欢啊 我喜欢这些事情啊 然后呢 反正也不知道可以活多久嘛 so 我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就 有一点点 这样子culture shock 因为我自己觉得 虽然年纪想法 但是 我跟他的 对于钱的观念 似乎有 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 非常大的这个冲突 蛮有趣的 就搬过来跟大家来聊 那在我的观念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古板老土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的 会去茶餐室 就是我通常是 如果是要去喝茶什么 那是去茶餐室 叫杯茶 我叫一个草莓宝 就很满足了 那如果要去到一些比较高档的 这个cafe消费 其实反而我自己会觉得 有一点点的 不习惯 我是属于一个这样子 一个很 不懂怎样称自己的 就可能老套的人吧 但是对我而言呢 其实 每一次拿回来的这个钱 赚取的这个 这个薪资 这次我可能原教室 还有在YouTube这边有 那其实 第一样事情要做的 就是做分配 那分配当中会有 很大部分的钱 就会拿来做存款 这个存款呢 You会Serve为一个很重要的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应急的部分 因为其实应急的钱 当然我们不认为 有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它会让你有一个 非常舒服的感觉 至少对我而言 就是我知道 在接下去的时候 不管是我 还是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真的是有什么 非常重大的事情 很急的事情 那我是游刃有余的 我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帮助他们 所以那一笔钱 其实是会放着 它可能是会在定期里面的 那第二部分钱呢 就是关系到 所谓理财 或者我们讲投资 这部分钱通常 我听那位朋友讲呢 他就会 这一部分钱的 这个allocation 可能就是会去 让自己 自己去 舒服开心的 就是买炒牌 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对我而言 其实这一部分钱 更重要的是 希望在以后的时候 可以为我的未来 带来更多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 金钱 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 如果是我们要 让他在以后变得更有价值 那投资资产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而投资资产就分为两点了 第一点就是股市 第二点就是这个 房地产 OK 那第一点股市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 股市是一个非常凶险的地方了 没有做好准备 不应该进去 还是进去会给人家割酒餐 这一点其实我是完全赞同的 那尤其是在 购入很多的 个股方面 其实有时候我听到 人家买什么个股的时候 我自己是点头 但是我自己心里会觉得非常担心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相当保守的 被动性的指数投资者 如果你是在里面 你对这些商品 大概有一些了解 你会知道被动性指数 通常就是比方讲 S&P500 还是这一些QQQ 那这些就是 他把这一个国家 比方讲美国的 这个VOO SPY 他就是把这个国家的 500大的这个企业 直接包成一个Bag 他是被动的 就是里面是没有一些基金经理人的 他就在包在里面过后 那这一些股票 他就是 他会购入500家 这个公司的股票 那会随着 如果这个公司 他的市值变大了 比方讲 Apple越做越大 那他买的股票 就会越来越多 那以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策略 最好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优势 就是在于 第一 他管理费超低 0.5%而已 第二点呢 就是 就算是这500家公司 有任何一家公司爆雷 你不知道东西爆出来 那他也不会受到很大的波动 比方他就可能只是有 里面的1%的这个损失 如果他真是爆了很大件事 比方那样做假 还是背黑钱 so 以长期的这个TerryCode来讲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组合 是可以为你长期带来复合成长 大概10到12% 以历史数据是这样讲 所以我自己也会倾向这种非常保守的 这样子的投资方法 他并不会像比方那样 加密货币 三天内给你翻倍 像是一太币 还是Bitcoin 甚至是一些小型的硅谷 不过我的人讲了 我就是很老套的人 所以一部分会在这边 第二部分就是房产 那房产的好处 当然这我不用多说 但是很多人会忽略 房产的一个优势是在于 假设比方那样 你只有一个 我们讲100千 你有100千现金 那100千的现金 如果你放进股市 假设讲一年的回酬是10% 那你可以赚回来 就是10千 它是1万 但是如果你是100千的这一个 这个现金 那你拿去买房 你可能买一个500千的房子 那你要借400千 如果这个房子 在明年的时候 它是升值10% 那其实你所赚到的 实际手益是50千 因为其实你在买房的时候 你是 你一定会去做贷款 而贷款的这个过程 其实你就是进行了一个杠杠 就是你借未来的钱 而只要房产这样的事情 它是不会有暴跌的状况 它长期都是往前 一直不断的升值的话 其实你所带来的获益 其实是会比可能你投股市 来的更大的 当然股市这边 你也是可以借钱去投资 不过股市这边的借钱投资 通常如果股市 它倒点 它的波动非常大的话 你就会很容易受伤 可能你会被断头 意思是讲 你本来借的这些钱 它超过了一定的价格 你就必须全额的赔回去 那你就会得不偿失 但是房产这边通常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OK so我讲了这些东西 大概跟他解释过后呢 他就是一脸傻眼的看着我 为什么你要这样担心未来的事情 为什么你现在赚到的钱 现在那么多选择 你不要把它活在现在 你可能过后不再 你明天不再 事事无常对吗 so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 这样多的打算 那我也不能讲它错 其实这也是对的 就是可能我这笔钱存在 什么买什么房子 还是投资 什么股票 什么后面挂 就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始终觉得呢 其实学会理财 学会说呢 我们要把自己的钱 所谓的俗话啦 钱滚钱啊 还是希望呢 有一天我们可以摆脱劳动力 去赚取这一些更多的这种价值 是一件在社会上必修的东西 甚至我自己觉得 认识这些东西太迟了 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中学的时候 就应该有所涉猎 我觉得有越早是越好了 so这纯粹是我的一些分享 然后以昨天来讲 我真的是觉得有一点点 就会很奇怪 然后怎么可能 之间的那个想法会差这样多 so这期以前聊正式 就大概跟大家聊到这边 不好意思 其实就是很愚昧的就分享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心得 刚好就昨天发生了 so 喜欢的话订阅 还要想到这次我们下期见 拜拜